《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我們時時有一個心情 甚至可能是心理障礙 就是學英文是很嚴謹的事 是非常嚴肅對待的 要逐隻字在文法搞得一清二楚 這樣學英文或者任何外語 你就搞得自己很累 除非你一心一意真的要做一個很嚴謹的語言學家 如果不是我們平時傾談 我現在這樣隨口和你說話 我會不會想到名詞動詞什麼詞 才開口發音 這樣就很不得閒 我們就是有一個心理障礙 因為她以為每樣東西要百分百perfect才開口說 這樣就變成不敢說英文 千萬不要害怕 這些是我的獸醫 Vet忽然說 狗要A check up to be had 她提議什麼 為什麼這麼奇怪的音 A check up to be had 為什麼不索性 就這樣說 have a check up 就說完了 但這些是隨口說的 是沒有特別的意思 而文法是對的 你也不要以為別人錯 去釣魚很開心 嘩 這麼大條的魚 不是很多這些魚給你釣到的 Not too many to be had 是有這個說法的 所以看到不要太過出奇 嗯 好像是否錯呢 不是的 An iPad to be had 很棒 to be had 這個值不值得要呢 to be had 是隨口說的話 還有這一句 對 如果有人出了一些問題 被人圍攻 諸如此類 那你也不太喜歡他了 心裡會很抵他死 那意思呢 你也可以說 He's had it 他完了 他已經吃了 他已經得了那些東西 中文就是玩完了 他是玩完了 沒有的了 He's had it 然後如果自己失了 不知怎麽算 什麼什麼 I've had it 我失了 我玩完了 但另一個解法就是 I've had it with the delays 那些常日是慢 遲 那些東西 我是忍無可忍 已經是去到完完 盡了 I have had it He has had it 是視乎上文下你 那個情況應該是去到臨界點 這樣 完完 你譬如說那件衣服 The old coat has had it 那件舊的大褲呢 是這樣先 玩完 已經用盡 已經完成歷史任務 這個意思 It's had it 是完了 已經完了 沒有了 已經 這些head to have 就是have 大家知道 有 屬於擁有 我現在和你聊天 突然間一句失驚無神 就說 You lost me 我遺失了你 什麼意思 但是猜到 Sorry You lost me 是 你不見了我 因爲 我不知道你說什麼 我跟不上 你一直向前走 很多話說 而我在後面 根本追不上 你是遺失了我 You lost me 我完全不明白 意思是 I don't understand Sorry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這樣的意思 You lost me OK Bye Bye 向你誠意推薦 I read I read 是什麼你 I 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刊物和博物等等 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iPhone 或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就是I read